张若云携新剧《陈鱼记》袭来 杨子饰演侠女 网友直呼王诈组合 张若云在庆余年 雪中旱刀行相继爆了之后 张若云已经成为无数人心中的偶像 本以为他会趁热打铁 相继推出庆余年二 雪中旱刀行二 让阿东望望没想到的 他摇身一变 竟拍起《警察荣誉》这种都市生活剧来 这次他和白鹿强强联手 张若云凭借小警察形象 收获了不凡的热度 这次帅气的张若云并没有停下脚步 即将迎来新的作品 这部剧便是古装全眸剧《陈鱼记》 目前只公布了男女主角 该剧改编自宁心儿的同名小说 该剧以吴岳争霸为背景 讲述了岳女赵青青、杨子氏 为找回父亲遗物 不曾想误闯无功 意外遇到孙一支 张若云氏 并共同被卷进列国纷争 最终两人不忘初心 相互扶持的故事 张若云饰演的男主孙一支 孙一支为孙武之孙 父母双王后寄托在祖父家 曾跟孔子老子进学 因天性浩武与姬友私交甚好 被推举入宫 统领无功侍卫 为夫差所忌惮 张若云在全眸剧《庆余年》中 有着出色的表现 这次再次试验全眸剧 定会信手拈来 杨子试验赵青青 晋国赵家庶出九子 赵俭之女 她本生长于山林之中 曾随山中老人学见 体悟自然之道 性格纯真 剑术精妙超绝 杨子也是个大盲人 代播剧有沉香如蟹 目前长相思 也在紧锣密鼓抽拍中 下一部剧便是《沉鱼记》 平静十足的杨子 是娱乐圈的顶流 一直以优质作品说话 香蜜沉沉沉浸如霜 亲爱的热爱的 再到《余生请多指教》等 都是爆款性作品 这次饰演赵青青 也是她首部全眸剧作品 女主剑术高绝 聪明勇敢 这样的形象 简直就像是为杨子量身打造 会将事业推向新的巅峰 这次张若云与杨子强强联手 两人都是内语顶流 定会引起网友追捧 有张若云和杨子 这两张王牌互生 陈渝济自然水涨船高 绝对是王炸组合 成为爆款 除了主演阵容外 该剧的题材和剧情 也让阿东期待不已 目前该剧尚未官宣 但看到自己喜欢的男神女神的题材 亦让阿东心动不已 大家拭目以待吧 这将是一部既有趣又精彩的新剧 就让我们一起期待 张若云和杨子 为我们带来的陈渝记吧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张若云将演新剧《明龙少年》 与导演丁黑二大 女主角大家都熟悉 张若云主演的作品 《警察荣誉》近期正在热播 他在剧中饰演的二表哥李大为 让人印象极为深刻 近些年的张若云 可谓是古装剧和现代剧两手抓 从庆余年爆红后一路至今 他始终在尝试各种戏录 以拓宽自己的业务水平 6月17日 张若云再次传来好消息 由他和黄晓、郭子凡主演的新剧 《明龙少年》将于7月中旬开机 据悉 这部剧由哇唧唧哇出品 而长进者还是警察荣誉的导演丁黑 丁黑导演先前曾夸过张若云 非常专业 因此两人能二搭 势必会倾车熟路 更易擦出火花 《明龙少年》这部剧 目前已经取得备案 他讲述的是 英语老师雷鸣和心理老师桑夏 帮助学生李然完成大学梦想的故事 从演员配置上看 张若云的角色是雷鸣 黄瑶的角色是桑夏 而来自哇唧唧哇的郭子凡 应该就是要扮演李然了 有些人可能对女主角黄瑶的名字略显陌生 但说起去年大热剧《伤海情中》 留着双马尾的白麦苗 想必大家都非常熟悉 凭借此剧 黄瑶直接拿下了白玉兰最佳女配角 因此 这次由她来和张若云搭档 绝对会非常精彩 黄瑶作品多以严肃的证据为主 这次去演一部校园剧 对她来说应该也是头一遭 比起张若云在《明龙少年》中的表现 其实黄瑶更让人充满期待一些 毕竟她的演技更加灵动和沉稳 总是让人感到眼前一亮 《明龙少年》翻拍自日剧《龙音》 而龙音原剧是根据日漫改编而成 原剧剧情其实充满了中二和热血的元素 所以想要将其本土化绝非易事 好在张若云不管是长相 性格和戏录都非常符合 就是不知道最终呈现效果如何了 网友们对于这部剧也极为期待 不过有网友表示 哇唧唧哇四个字在这个配置里面显得格格不入 这其实是变相对其旗下演员郭子凡的吐槽 这种实力派代新人的组合套路看似没毛病 但很容易因艺人演技拉垮拖累全剧组 丁黑导演是非常善于调教新人演员的 希望在他的帮助下郭子凡能够做到不拖后腿 并发挥出真正实力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张若云和黄瑶的对手戏 希望这部剧早日进行官宣和开机吧 大家对这部剧期待吗 接下来说张若云到底欠了我们多少个第二季 为何被网友称为张无忌 近些年张若云的影视资源也确实好到离谱 接连能接到爆火大剧 当然得益于他的演技是真不错 其次就是导演眼光也确实好 众所周知 了解张若云的网友都知道 张若云的很多剧真的都直演了第一季 并不是说他这个剧只有第一季就结束了 而是确实被广大网友催更后 他也总说再赶了再赶了 然后观众就万众期待 然后等待一段时间后 甚至几年后就没有后续了 一 首先就是《无心法师》里的张显宗 虽然张若云饰演的是剧中的配角 而且是个反派角色 但依然有很多人被他在剧中的痴情副官圈了粉 甚至甘愿为月起罗付出所有 甚至最后连生命都奉献出去了 因为第一季张显宗吃盒饭了 所以第二季自然就没有他的戏份了 不过还是网友们对这个角色依依不舍 世上再无张显宗 《无人爱我月起罗》 二 《法医秦明》里饰演的秦明 《法医秦明》是刑侦网络剧 张若云饰演的秦明 与李宪饰演的刑警队大队长一起捋破其案 其中演技也公认好评 也是获得了网友们一致的认可 只不过此后的《法医秦明》系列的其他剧都换了主演 没有了张若云的身影 网友直呼哭死 三 《庆余年》里饰演的主角范贤 作为2019年年度网络暴剧 其实力也是毋庸置疑的 最让人影响深刻的 就是其中范贤辈的唐诗三百首的名场面 至今让人回味无穷 因为那个剧的大火 而范贤也成为张若云的一个标签 每年都是很多网友喊话 张若云 我的庆余年 我的范贤还没出来吗 甚至已经到了2022年了 据说今年张若云为了拍《庆余年》二 为了维持身材瘦了不少 而且也没有进其他剧组 直接综艺 就是为了《庆余年的》拍摄 但导演组迟迟不进行 然后还是没有《庆余年》二的路透消息 四 雪中汗刀行李饰演的主角徐凤年 张若云饰演的天下第一纹裤子弟 北梁世子徐凤年 作为网络热播小说改编的网络大剧 从开始就使人备受关注 其中的经典台词 天不生我李纯刚 见到万古如长夜 是何其霸气 至今依旧让我们回味无穷 虽然说剧中打戏让人略显尴尬 但是剧情还是可以的 还是挺期待第二季的到来 网友依然不断催促张若云表示 你的庆余年拖了三年了 你的雪中汗刀行 不会又要我一个三年吧 五 警察荣誉中饰演的主角李大为 在6月13号大结局结束 不过该剧编辑表示 第二季积极考虑中 此剧在爱奇艺也收拾口碑爆棚 也是难得的良心好剧 这也是张若云的又一高分爆火剧 当然谁都不知道第二季 什么时候能出来 说不准又是个几年后呢 不得不说张若云还是真的会挑剧本 欠了我们太多的续集 张若云江湖人称张无忌 网友直呼 其实张仪忌也不错呢 不得 tongue 太大剧de了 为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